今天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个这样的双手去拆分开的这样一个弹法 它会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活泼的歌曲 春色的日落对我在海平线 一色梦淡淡的昂著星光点点 我听着耳机重拆的音乐 在调理想歌到熟悉的从前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杨 教大家弹这一首《小城夏天》 这首歌我们的和弦是四个 四级法拉多 五级索西萨 再到一级豆米索 然后是六级拉多米 四五一六的顺序 好我分两个难度来讲 首先零接触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用一个注释和弦 把四级和弦找到之后 一起弹在右手 右手 右手敲四下 五级也是 一二三四 一级 六级 一二三四 橘黄色的雨落 停我在海平线 夜色慢慢弹开 露出星光点点 我听着耳机重拆的音乐 曾等你下课到熟悉的从前 这是一个比较稳的伴奏方式啊 那像零基础的同学 这样去弹比较稳一些啊 但是有基础的同学呢 可以做一点变化 我们刚刚是等于一个和弦 弹了四下是吧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弹八下啊 等于说弹的快一点 每一下呢 他相当于是半拍 原本是一拍 现在只有半拍了啊 好 那弹八下的话 双手怎么去分配 首先法拉都还是原来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 一二三四六七八 大家看我的右手一直在弹 是吧 一二三四 它是一直在弹的 但是左手的话呢 它只在一四七 这三个地方下去啊 你看 一二三四 六七八 它这个律动感就来了 再往下面这一段的话 我们的这个旋律有点特别啊 那双手也可以按照刚刚说的持续下去弹 但是如果想要做一些改变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节奏 四级和弦 我们弹一个 左右 左 控 左右 左 注意中间有一个休止啊 要休息一下 东 大 控 左右 左 然后五级 左右 左 控 左右 左 一级 六级 左右 左 控 左右 左 好 代入到这个演唱里面 最后我们六级和弦可以给它按住 也可以 是吧 持续前面的弹法都是可以的啊 好 那今天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个这样的双手去拆分开的这样一个弹法 它会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活泼的歌曲 那同学们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下面留言 大家拜拜